苏西考完试这天,圣泱泱在校门外接着她,说是要为她放松放松。 到底要去哪儿? 晚上有个酒会,请的是米其林三星厨师,做的甜点超棒的。 又带我去蹭吃蹭喝? 错,带着你给我撑排面。 晚上七点,两人来到酒店。 下了车,一穿着酒红色长裙礼服的女人迎上来。 盛总,是苏小姐吧? 你认识我? 经常听盛总提起苏小姐,说您是她最好的朋友,也是她见过最好看的女孩,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 我是江图男。 苏西。 最好看可不是我说的。 图男,你就算恭维苏西,也别把我给卖里面。 你说苏小姐比我还好看,这不就是最好看的吗? 看见美女你就飘,你是喝了多少酒来的? 开个玩笑嘛。 酒会要开始了,咱们进去吧。 盛央阳阳和苏西走在后面,给她解释。 图男是我朋友,自己做公关公司,很厉害的一个人,今天来是帮咱们挡酒的。 酒会宴厅布置得富丽堂皇,江城各界名流聚集,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喝酒谈笑,穿着各色礼服的漂亮女人穿梭其中,抽搐交错,贬雅隆重。 她们刚进来没多久,就有人过来搭设,皆被图男挡开。 苏西看着图男在一群人里从容应对,明明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女子,偏偏一贫一笑,又似单纯真诚,让人清心。 盛央阳说得对,这是个厉害的女人。 盛央阳说得对,这是个厉害的女人。